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 昨天9月14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跟欧盟的领导人举行了视频峰会 在欧盟方面参加的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 之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 那是因为现在他是这一次欧盟轮质国主席 本来其他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原来说要出席 但是其实都婉拒了不出席 在中共的媒体上报道的时候 主要报道习近平讲了什么 几乎不提对方讲了什么 另外也只报道了一个说中欧达成了一个协定 叫什么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这都是无伤大仰 无关轻重的一个协定 习近平说了什么 他说有四个坚持 什么叫坚持和平共处 坚持开放合作 坚持多边主义 坚持对话协商 另外又说了要中国拒绝人权教事业 还说反对双重标准等等 但是习近平在这里说这些话 实际上本身是双重标准 比如说他说到的四个坚持 他说要坚持和平共处 试问他跟台湾有和平共处吗 跟南海周边国家有和平共处吗 实际上都是在采取挑衅和扩张政策 在中欧边界也是如此 都挑起势端 挑起战端 另外他说要开放合作 实际上现在国际社会注意到的中共都是在闭关锁国 自己也说要搞内循环 经济上如此 政治上更是如此 封闭互联网就是这样 所以谈不上什么开放 再一个 他说要坚持多边主义 仅仅在南海地区 中共搞的就是单边主义 因为在2002年中共跟东盟四国签订了一个叫南海各方对话宣言 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采取行动 改变现状 但是后来中共采取行动 改变现状 不仅要建人造岛 而且把自己的触角升入到了其他国家家门口 不仅是越南 菲律宾的家门口 后来又升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家门口 就在这两天又爆发一个新闻 中共又跟印尼发生了冲突 就是在纳图纳群岛 纳图纳群岛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专属区 这几天又有中国的海警船前往 根据国际法说经济专属区内如果有外国船只通过 那应该是无害通过 但是印度尼西亚方面说 中国的这艘海警船在那个水域停留了三天都不走 而印尼方面派出了相关的执法人员和船只跟他们交涉 双方只相距一公里 而印尼方面向他们喊话 说这是印尼经济专属区请离开 中共的人员就说这是中共的九段线 就号称九段线就到了越南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文莱和菲律宾的家门口 但是印度尼西亚不仅警告了中共方面 其实在前几年2016年的裁决中 国际法庭 就是属于联合国的国际法庭已经拨打了中共 认为九段线非法 而侵犯经济专属区也非法 因为中共签署了国际海洋法公约 承认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 所以经过三天的交涉之后 中国船只在今天9月15日离开了印度尼西亚的那图那群岛 其实在去年底 今年初 当时中共就派出了大量的船只去那图那群岛 跟印度尼西亚形成了严重的对峙 印度尼西亚方面出动了军机军舰 才驱离了中共这些舰船 包括他的海警船 还有所谓的渔船 实际上就是武装的渔船 假装是渔民 实际上是海上民兵 所以这样的冲突再继续进行 习近平还谈多边主义 实际上他在南海搞的就是单边主义 他说对话协商 最近中共跟澳大利亚发生了问题 他对澳大利亚实行单方的经济制裁 仅仅因为澳大利亚提出要在国际上成立相关机构独立调查这次大瘟疫的起源 而且澳大利亚并没有下结论 起源于何处 中共就因为这个对澳大利亚进行报复 因为他作责心虚 结果澳大利亚要求双方对话协商 坐下来谈 但是中共悍然拒绝 中共千方百计 千呼万唤要求美国跟他坐下来谈 但是却拒绝跟澳大利亚坐下来谈 所以这就是中共的双重标准 至于人权 习近平说反对什么有人权的教师爷 但是中共自己却奉行马克思列宁为他的教师爷 要选择性的奉行西方 甚至选择西方历史上的文化招博 或者是政治人渣作为他们自己的教师爷 甚至把他们的巨幅画像挂起来 挂在中共的各种场所 这些都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所以习近平这些话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他不断的背诵 王沪宁筛给他的句子 什么人权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这对外界来说可以看到他的虚伪 还有他的顽固 另一方面 中共媒体没有报道的欧盟领导人和德国总理说了什么 其实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主席 理事会主席 一口气提出了七八条要求中共改进的地方 其中就包括向人权领域 要中共停止在西藏和新疆镇压少数民主 另外提到香港要求中共尊重香港的自治 停止在香港用这个恶法去迫害香港人 另外再提到经济和贸易领域 欧洲的要求跟美国一样 都是要求对等贸易 对等的开放市场 反对过去的做法 认为中共是限制市场准入 并且强迫技术转让 就是只让欧洲对中国敞开门户 而中国拒绝对欧洲敞开门户 欧盟现在表示这个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另外 欧盟领导人还提到了数字化的安全 就提到要有一个开放 自由和安全的网络空间 实际上这里面就包括互联网的开放 就是暗示反对中共那种封锁互联网的做法 这对中共来说是根本不可能放弃的一个最后的屏障 因为中共很清楚 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要放弃互联网的封锁 那就意味着人民知道真相 知道真实的资讯和现实的新闻 那就可能爆发不同的舆论 中共靠谎言暴力所维持的一党专政统治就有可能一天倒台 另外 欧盟还提到国际安全问题 就是反对中共在南海咄咄咄逼人的做法 要求停止它的扩张主义 所有这些在中共的媒体上都没有报道 实际上这次中欧峰会失败了 习近平想连欧抗美成为不可能 想离间欧北关系也不可能 甚至单方面的想搞好中美关系也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不在于别的方面 或者是对方欧盟方面 问题在于中方 在于中共 在于习近平方面 习近平摆出的姿态就是我不变 我什么都不变 什么都不改 我就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的一党专政封锁互联网 迫害人民 迫害少数民族 压制香港 还要去武力威胁南海周边国家和威胁台湾 甚至是武攻台湾 这一切中共都不变 这就相当于习近平在一再的向外国做出一个宣言 那就是中共一成不变 一切都不变 而中共跟外部的关系就是一个金钱关系 要求外国 包括欧洲各国承认中共的现状 承认中共的独裁统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是中欧关系就是一个互相做生意 互相牟利的关系 实际上这次由习近平默克尔和欧洲领导人所参与的所谓峰会 以失败告终 不仅失败 没有报道的就是实际上还爆发了争吵 激烈的争吵 双方是各说各话 这对德国众里默克尔也是一个教训 因为就在美国放弃了跟中共对话的时候 默克尔说欧洲要继续坚持跟中共对话 全世界都知道跟中共对话没有任何任何的成果 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话只是中共的一个烟幕弹 一个缓冰之计 一个拖延之计 所以这次默克尔再次领教 欧洲领导人也领教 跟中共对话 跟习近平这种书记对话都是无疾而终 甚至是不欢而散 中共方面再次失败了 他的外交部长王毅去前不久走访欧洲五国 以失败告终 处处被打脸 处处被提到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等等 现在习近平搞的欧中峰会也都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只能是失败 失败 再失败 道理很简单 习近平的顽固 冥顽不划和反动决定了这一切 也就是现在习近平和共产党所坚持的就是闭关锁国 宁愿闭关锁国 也拒绝世界文明 还是那个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而习近平又成了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说到中共与欧洲的关系 实际上前不久 前几天 在欧洲有个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 但这篇文章随后又蹊跷的被删除 这篇文章提到 如果有关大瘟疫的独立调查报告出炉的话 仅仅是中期报告出炉 就会给习近平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媒体是英国的一个媒体 叫每日快报新闻网站 这篇文章采访了现在英国的国防顾问德拉奥德 他在专访中表示 大概英国有一个独立报告 针对大瘟疫就圆起中国的大瘟疫 说报告不久会浮出水面出炉 他说这个报告结果一出来之后 会对习近平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那也就暗示 这个报告结识了大瘟疫的起源 就是习近平号称自己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那就有可能是本身对大瘟疫的制造 隐瞒和传播 的确是他的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 其中就涉及到武汉实验室的秘密 中共拒绝外国专家 拒绝世界卫生组织 拖延世界卫生组织前往调查 也拒绝美国 英国和世界各国的专家前往进行调查 都说明他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就是作则心虚 此地无垠三百两 在这个专访中 这位英国的国防顾问就是说中共面临两个选择 当调查报告出炉之后 中共面临的就是要么是习近平下台 要么就是中共跟西方处于心冷战 他说如果中共要重建跟西方的关系 要重塑跟世界的关系 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必须下台 因为他说大瘟疫不仅是重塑了英国跟中国的关系 而且重塑了世界跟中国的关系 但指的是共产中国 所以他认为这个报告出炉会给习近平很大的打击 中共党内要么是让习近平下台 要么就会陷入新的权力斗争 而他说这个权力斗争 高层的权力斗争内乱有可能导致中共从内部瓦解 这个报道 这个专访 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大瘟疫来自于中国 而且习近平要对大瘟疫在全世界的扩散 负总责 这个报道在不久后来就被删除 可能有多种原因 一个可能是中共方面 习近平 习家军方面给英国施压 给媒体施压 导致媒体删除了这篇报道 但是在一些网站上和个别的页面仍然能找到报道和专访 另一个可能就是英国本身的媒体考虑 由于有关大瘟疫的独立调查和中期报告还没有完全出炉 就是不想打草惊蛇 不想给中共提前带来所谓的警觉 或者是防范反击 那么就近代调查报告完全出炉 有了完整的报告之后再来说事 因此就临时把报道和专访拿了下来 无论如何 这篇报道和专访实际上代表了西方的立场 欧洲的立场 那就是中共要么习近平走人 要么就是中共跟西方进入新冷战 这个新冷战就不只是共产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事情 而是共产中国跟欧洲之间的事情 也就是共产中国跟整个文明世界之间的新冷战 当然对于习近平方面来说 习近平 王沪宁这些极左头目 还有习家军不在乎 不在乎新冷战 也不在乎中国被封锁 被孤立 不在乎中共 中国继续闭关锁国 因为他们在乎的是一党专政 或者说准确点 在乎的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威 个人的权利 而习近平恐怕不仅要跟国际社会硬着头皮干 还要在党内跟其他派系硬着头皮干 那么还有可能再继续的谋化他的所谓长期执政 或者终身执政 昨天9月14日 中国的安邦公司发出一个通告 说这个公司要解散 并成立清算组 向中国的银保监会申请解散 并且说最后就清算 也就是把相关资产还给股东 不过这个消息非常蹊跷 安邦公司 安邦集团 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董事长是邓小平的外孙女系吴小辉 他现在已经入狱 并被判处重刑18年 而且他的资产都被没收 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没收 有他自己的财产700多亿被没收 还有相应的公司资产100多亿被没收 总计是800多亿人民币 这个安邦公司在早些年是由红二代人物可以创办的 就包括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辉 当时参与的还有前元帅陈一的儿子陈小� 还有前总理朱总基的儿子朱云来 还有前总理朱总基的儿子朱云来 朱云来后来退出 陈小鲁在前几年当吴小辉受到习当局的调查的时候 也有人去调查陈小鲁 陈小鲁突然因心脏病发而死亡 当时就传出陈小鲁是受到惊吓或者威胁 或者是愤怒当场 出发心脏病而猝死 这个安邦公司在吴小辉被抓之后就是被中共当局所接管 现在2018年初是说中国的银保监会接管一年 到了2019年初又说继续接管一年 所谓接管就是收归国有 也就是收归党有 也就是收归现在的习政权所有 到了现在突然被宣布解散 说是要清盘 清算 这个就非常古怪 因为不管原先是作为民营企业的形式呈现 现在作为收归国有的形式呈现 安邦公司内部的运作并没有出大问题 据说都按时产还了债务 按时在运行 都运作正常 但是为什么突然宣布解散 而且是清盘 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秘星 那就是安邦旗下在国际上说是有15个酒店 在吴小辉出事前就开始出售 有韩国的蔚来集团想买下这些酒店 但是后来蔚来集团突然翻毁 不再进行洽购 因为发现这15家酒店的股权问题很复杂 背后的股东很神秘 在美国法庭上这个官司还在进行 显然现在突然被解散 是为了避开这个官司 因为韩国蔚来集团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个机密文件 这个机密文件被英国媒体报道 报道就是说这个机密文件涉及到一些中共领导人和他们家属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机密文件应该是吴小辉在背部前就留下了 而且特别叮嘱说这个机密文件不能够让习近平的家人 王岐山的家人和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家人看到 否则的话 相关的一些人员可能要被付出判刑 或者甚至被处死刑的代价 也就是说可能会被杀人灭口 这就是说安邦公司的背景很深 还涉及到总书记习近平的家人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家人 还有其他没有点名的政治局常委的家人 现在看来就不止是说安邦公司最早开始是邓小平的家族 陈毅家族 或者说朱镕基家族这么简单 这样朱镕基家族是中途就退走了 安邦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实际上有几个中国的国营企业或者是大企业在注资 比如说其中就有中国保险保障公司集团 还有上海汽车公司 还有中国石油化工公司 这些都是国营企业 而上海汽车公司实际上又涉入了江泽民家族 因为江泽民的长子江连恒担任了好几个公司的董事 其中就有一个上海汽车公司的董事 也就是说看来安邦公司的背景非常复杂 这就是吴小晖倒霉的原因的一个线索 因为吴小晖虽然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但是有可能他占得太多 或者说他在国外之后任意调用安邦的资金和资产 引起了其他家族的不满 其他家族群起要把他拿下 因为吴小晖在他出事前据说擅作主张 把其中四家酒店的股权转移到他自己和他家族的名下 有这个可能 跟其他的全国家族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安邦公司在2016年 2014年左右开始突然大手笔收购国外的资产和产业 在全球出资达到180亿美元 其中就收购了在纽约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 这是各国领导人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下榻的酒店 现在被习近平当局已经接管的安邦公司突然宣布解散并宣布清盘 显然有两种意图 一种意图就是让韩国未来集团跟官司打不下去 因为这个公司已经解散 也找不到谁负责 就有可能打不下去 至于法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又另当别论 另一个算盘 那就是把安邦公司解散之后 其中的资产资金和利益收益就归还给跟中共涉及的各大家族 跟政治局常委相关的 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各大家族 各自接回自己的投资或者是收益 那就相当于是中共利益集团各大家族私下瓜分 让安邦公司消失于无形 关于中国的抖音和微信 9月20日是一个限期 因为在8月份的时候 川普总统发了一个行政令 说45天之内要停止 美国停止跟抖音和微信的交易 就是抖音现在正在谈收购 说在跟美国的Oracle公司 又翻译成甲骨文公司谈收购 关于这个收购案 美国政府正在审查 议员中是有反对的声音 认为不需要收购 而中共当局也插一脚 说要限制所谓科技技术出口 就是Oracle甲骨文公司能不能成功收购抖音公司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微信的交易 有关微信软件的交易 也就会停止到9月20日 跟抖音一样 所谓交易停止就是用微信不能够进行一些微信支付 微信红包等等这些相关的事项 那就等于在美国用微信大部分的功能都丧失 微信会不会受到全面的禁用 美国政府也在积极研究之中 另外就在这个时候 共和党参议员洛比奥在昨天又提出 不仅要进抖音和微信 腾讯公司的另一款软件叫QQ 聊天软件也应该禁止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有个公民实验室 对中共这些应用软件进行研究 就不仅发现抖音 微信有监控公民 收集数据的这种间谍功能 而且包括QQ这种聊天软件也是如此 就是收集大数据 给中共的国安所用 另外也是监控中国的公民 还有在海外的世界各国的公民 所以应该说就像印度一样 对中共的软件最好是扫地出门 这些抖音 微信 QQ 还有更多的这些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共产中国这些软件 可能在美国的终极命运也都是如此 中国留学生 他们留学美国的寒冬季节到来了 甚至可能留学多国的寒冬季节都到来了 最近的信息显示 这些中国留学生如果已经在美国留学 因为大瘟疫或者假期回到中国的 突然在近期都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一封信 说他们的留学签证被取消 因此说他们的心都凉了一大截 然后美梦破碎 美梦中断 美梦就是美国梦 或者说留学美国梦 另外 美国大使馆 领事馆给中国人发放的留学签证大幅缩水 被中国学生称为雪崩 今年7月份统计 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批准的中国留学签证只有145个 而跟去年同期相比 那简直真的是雪崩 是崩塌 因为去年同期 美国发出的中国学生签证是2万多个 从2万多个以下缩减为100多个 那就相当于留学之路被堵住了 实际上同期就是美国再继续跟台湾和香港的学生发签证 在7月份 台湾得到的学生签证是1000个 而香港也得到1000个左右 是香港公民 不止的是中国内地的公民 现在据说中国内地的家长 这些学生都在寻求利用香港和台湾的途径 或者冒充香港人 或者冒充台湾人想获得签证进入美国 现在是美国需要防范的一个漏洞 另外在中国内部 跟留学相关的产业链也都崩塌 什么留学中介 留学服务 留学咨询都已经先于崩塌状态 大多数这些公司都没有业务可做 再加上大瘟疫 所以业务骤减甚至就是瘫痪或者破产 现在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是分三步 第一步是限制中国跟军方相关 跟解放军相关的这些留学生或者研究人员 这些人有的是已经被驱逐出境 被劝离境 有的是发现作案的已经被逮捕 还有的就是签证 如果要新来美国的话完全被拒签 第二步就是理工科方面 在美国在前两年就采取了措施 把学生签证从5年压缩为一年 现在几乎要签证进入美国来学理工科的中国学生 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第三步就可能是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宣布的那样 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 那就是暂停或者是全面停止给中国人发放签证 就是完全停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 如果中国学生对此感到失望的话 要记住冤有头再有主 那么这个责任和问题不在美国方面 而在中共方面 在中共当局他们的所作所为 动不动号称党领导一切 就包括党领导留学生 还号称国家情报法 所有人都有义务为这个政权提供情报 充当现任或者是间谍 所以中国留学生遭到了中共的绑架 就是中共绑架了14亿人 其中也绑架了中国留学生 现在中国留学生不仅到美国面临困境 那接下来肯定到其他国家都面临困境 比如说到澳大利亚 到加拿大 到欧洲各国都面临困境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习近平王滬宁推动的闭关锁国 在教育 在留学这个领域也可以说完全形成形 如果中国学生 中国的青年学子还想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放眼世界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推墙 推倒互联网封锁墙 推倒中共闭关锁国的墙 一句话 推倒红墙 如果不这么做 那就有可能一代人 两代人都有可能被中共封杀封锁封死 就跟毛泽东时代一样 一代人 两代人都为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政策 是埋葬了青春 毁灭了梦想 甚至葬送了生命 关于中共注音大使刘晓明前几天因为看黄片A片三集片 并在下面标注liked 就表示喜欢和点赞这个丑闻 当时刘晓明辩称 说是他的推特账号遭到盗用 遭到黑客的攻击 并装目中央 要求推特公司调查 现在据有关消息显示 推特公司应中方的要求作了答复 说经过调查 发现两步验证步骤是正常 另外当时的IP地址和设备序列 还有GPS定位 都跟平常并没有二字 也就是说一切没有异样 没有异常 也就是说当时操作的就是刘晓明本人 或至少是他的身边人 所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基本上就是刘晓明观看三集片 并在下面点赞 是属于正常 暴露他练脚屁或者是丝袜空 本来有中国网民就指出 中共官员都是有党性没人性 但是驻英大使刘晓明喜欢看三集片A片黄片 而且是有练脚屁或者是丝袜空 本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罕见的人性 但是又何必自我否认 刘晓明是跟赵立坚一样 赵立坚是热捧日本的三级影星昌景空 并在下面写I want to 我要你 或者说像习近平的国师 海外国师郑永年在新加坡性骚扰 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各自的爱好 或者按网民说法都是有罕见的 有人性的体现 但是这些人都死口否认 极力地狡辩或者是遮掩 也就是说继续想做出一副冠冕堂皇的样子 道貌岸然的样子 这才是让网民感到反感的地方 也就是说表面上道貌岸然 背地里难道屡仓 这才是中共官员的本色 节目结束之前 我再强调一下 由于中共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继续攻击我的频道 很多观众听众 网友反映 最近很难看到我的节目或者是频道 除了你要检查订阅状态 还有小铃铛的状态 就是保持是订阅状态和小铃铛按下的状态 你可以及时收到通知 另外就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到YouTube油管上搜索我的节目 搜索我的名字 这样你可以及时找到我的节目和频道 以便继续收看我的节目 并请你向你的朋友推送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现在我的节目只有轮动 下次便要动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